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这个频道 我是Henry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 欢迎你 如果你再次回到这里 还没订阅的 记得订阅我这个频道 今集我想和大家讲一下 就是Sony 的这支 机顶收音咪 ECM B1M 这支B1M咪 我用了大概三个月左右 我可以跟大家讲 它基本上是 我用过这么多枝Mice 里面 是有S的重数 我用过这么多枝Mice 里面 它算是最好的一支 讲一下这枝Mice 有什么特别之处 在size上 这枝Mice 的确是很轻巧 因为它整个长度 其实只有10cm 重量方面是77g 提升到机身上 它的高度大概是8cm 功能上这支B1M咪 其实有8个收音元件 再加上一粒DSP的处理器 DSP是什么呢 即是数码讯号处理器 8粒的收音元件 再加上DSP 令到这支Mice 有三种指向模式 所谓指向模式是什么呢 根据Sony的官方网站 三个指向模式分别是 超定向、单向和全向 简化来说 超定向的意思 即是你把ADA指出到哪裏 就是人管制 它我的 fashioned性 占了只flo理器 只要在öst据视力 它都会尽量收纳进去录起它 传向意思就是整个360度的范围 那支咪都会收进去 另外这支B1M其实也加入了 Sony引以为傲的噪音消减技术 大大提升了这个收音的清晰度 这支B1M的咪其实是用Sony的专属interface 用这个插口的好处就是用这支咪的时候 就不会有条线插进去3.5mm的咪头 变成旁边的盖子就不用打开了 另外如果用那一种的咪头 即是3.5mm的咪头 其实怎样都会存在有少少的杂讯 所以用这支咪可以减低 3.5mm的咪头所传送出去的杂讯 提到这个杂讯方面 其实这支咪是支援数码讯号的 所谓的数码讯号 即是Digital Signal 如果一部机是support的时候 这支咪其实是可以用 这个数码讯号 传送这个讯息 记录这个讯息 变成了相对地 所谓的噪音杂讯 又会再低一点 这支咪上面其实就有齐制 录音量控制的 设定的按钮 变成了用这支咪去调教 音量 或者收音音量的时候就方便了很多 讲了这么多最重要其实就是要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听一下 究竟这支咪的效果会是怎样的 你会见到 我一直都没有拿过这支咪出来 其实 你们现在一直 听 看着这条片的时候 收音 就已经是用这支咪去调教的了 那我的设定是什么呢 我的设定就是 超定向 因为我在这个镜头面前 我只是想收到我的声音 对不对 所以我把这支咪就设定了超定向 指着我 这个filter就是 Noise Cancel的filter 另外 那个收音灵敏度 我反而是会设定了它做Auto 还有 就是说 大家关心的就是 你来支咪多远 这样 我现在有把尺的 立刻读一读 好了 我离开 这支咪 其实就大概 一米左右 一米左右 OK 好了 我刚才不是说 这支咪有三个指向性的功能 单向我就不示范了 因为单向其实 只不过超指向 再阔一点 我现在在这个环境 其实回音也比较大 因为我的studio 流地比较高 旁边的长壁 又是很平滑 所以这些声音 都会撞来撞去 相对来说 其实回音也很强 但我知道这支咪 因为我始终用了三个月 我知道这支咪 其实在这个环境里 的录音 我自己觉得 是比较我平时用的 Clip 咪 是比较低的 好了 现在我不如 试试走去镜头后面 试试 如果我用超指向性 而我看镜头后面的录音会是怎样 OK 好了 我现在就已经去了 镜头后面 我大概离开 那个相机的咪 就大概是30cm 一尺的距离 OK 好了 现在在这个位置 我再将 咪 设定为全向 就是360度的 各个设定 好了 我现在已经将 咪 设定了为全向 我的距离就没有变的 就大概离开 一尺的距离左右 那么大家可以 听得到 整个全向 收音的效果 好了 你会说 既然是全向 可不可以示范一下 究竟 我走过 围着相机 走过的 效果会是怎样的 好了 现在我们立刻示范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欢迎大家来到我这个channel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 欢迎你 如果你 如果你是再次回来的话 有没有subscribe的 记得subscribe我这个channel 大家觉得效果是怎样的 我现在要继续走过去那边 另外一边 看看 收音效果是怎样的 现在我已经去到 镜头的左手边 好了 现在我们又去到镜头的后面 大家可以 感受到 这支咪 在全向的设定下 究竟 是有什么效果 现在呢 我就去到镜头前面 亦都将这支咪 设定回去 超定向的模式 大家可能 看到我这么久 都可能会怀疑 你现在在一个 studio的环境 虽然说空旷 但是也不是很多 噪音 有没有实际的例子 可以 示范一下 是有的 当然是有的 如果我们今次要示范一支咪的收音 当然是要落到街 去到市 十字路口底下 就没有开任何的 Noise Cancellation 和这个Low Pass Filter 底下 究竟我们录出来的音会是怎样的 大家可以听一听 其实现在 旁边都是很多的 交通灯 或者汽车声 我们可以示范一下这支咪 究竟在这个环境下 究竟它录出来的音会是怎样的 同样 现在都在同一个地方 现在有些车在后面走着 但是我开了这个Low Pass Filter 大家可以 听一听 究竟 我讲话的时候 后面有这么多车声 有个Low Pass Filter 开了 和这个超指向性的 设定之后 究竟我的声录出来会是怎样的 好了 现在这个设定 就是一个Noise Cancellation 再加上这个超指向性的设定 相信 如果在同一个环境 又有这么多车声和交通灯声 有Noise Cancellation 这个声音应该会是最好的 应该是 现在我们究竟 因为我这个Gimbal 很重 所以我们手开始震了 我们上去看看 究竟这声音会录成怎样 好 现在我距离咪的距离 大概都是1米左右 现在在街上 很快死大风 也有一些车声 也像我们平时 在户外拍摄的时候 如果要录影 会遇到的情况 其实现在 没有开任何的Filter 就只是用这一枝咪的 超指向性的设定 即是你的咪指去哪个方向 它就会收音哪个方向 现在很会死大风 我们试试这枝咪的收音效果 和抗风的效果 会是怎样 这个就是没有任何Filter 内置没有任何Filter的设定 现在我试试一个 Low-cut Low-pass-filter 是怎样 OK 现在是同一个距离 接着我就去了这枝米的Low-pass-filter 去到试试这一个 我在这么大风的环境之下讲话 你们都会听得到 可能都会有少少的改善 不过这一条街都是很大风的 不过这一条街 也会在后面有些车声 有些人走过 我不知道现在你们听机上来的 感觉会是怎样 我有点像台风下的记者的感觉 已经 很可死大风 好 我现在试试 把Noise-cut filter 开了 现在我再回去 就会开那个Noise-cut filter OK 但是呢 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站在这里 说的就是 开了这枝米的Noise-cut filter 但是还是很大风的 我不知道现在的效果会是怎样 因为我自己感觉到我部阶眼部都已经特别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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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震和震的震的震 意見不妨在下方留言給我 我們回到Studio 很大風 其實我用了這支咪高峰幾個月 有些影片我都是用這支咪高峰收音錄音拍攝的 其實上一段我介紹一個背囊 App Stop的背囊的時候 我訪問了App Stop的設計師 我們坐在樂士佛台聊天 當日我已經在用這支咪高峰幫助錄影 大家不妨可以去看一看 看一看這支影片 究竟收音效果會如何 今集介紹這支咪高峰就到此為止 如果對於這支咪高峰或其他問題 不妨在下面留言給我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我們在這裡 我們會來的 當時的在家裡 有一個酒吧 每個人的酒 有一個酒 每個人的酒 不是叫啥